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参考消息往12月4日报道文小瑞11名中国人被日本警方拘捕,46名中国工人下落不明。 这两天,疫情在日中国人的命运,牵动无数人心。 大致的信息一直在网络上滚动更新,小瑞在这里先简单概括一下根据日媒消息。 11月25日,四名疑似中国籍男子,带另一名男子,前往木谷内医院看病,因病情危重。 该病人于11月26日凌晨在医下,中国驻日本札幌总领事馆,昨天3日,紧急连发三条通报。 通报披露的信息显示,具备关押的中国公民向领馆反映,这些人流落日本,系受中介欺骗所致。 目前,医院死者身份还未最终确定,一同非法误工,并去向不明的40余名相关人员情况,也正在调查之中。 中国驻扎幌总领事馆官网截图这意味着,在警方公布进一步调查结果之前,外界可能无法了解更多的细节和真相。 但11人被捕。 40余人失踪的惊人事实,却令小瑞想起背后另一组更大,更惊人的数字。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,去年那起轰动一时的中国研修生在日失踪案件。 抄二名中国研修生在日本失踪,或成黑市劳动力。 当时日本东京电视台制作的一档节目,披露了无数在日中国研修生的悲剧。 1993年,设立的日本外国人研修生制度,实际与廉价劳动力无异,被看似光鲜的研修生身份吸引前来。 的中国人,大多只能从事低端,劳动密集型工作,与此同时,他们在工作中,还面临着不公正对待,工伤事故高发,超负和加班,导致过劳死等状况。 重压之下,有的研修生选择逃离。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,2011年至2016年的五年间,在日失踪的中国研修生,已累计超过一万人。 日本时报一报道称,2015年,共有5803名在日研修生失踪,其中3116人。 和日韩及欧美国家签证政策逐步放开,一些劳务黑中介,瞄准跨国打工这门生意,利用旅游签证又使打工者前往目的地,通过收取巨额中介费,甚至没收现金、护照等牟利,导致大批务工人员走投无路,非法滞留。 而面对逐年增长的劳动力乱象,日本正在加强打击力度。 今年9月,日本入国管理局宣布,将延长对非法滞留的外国人的强制居留期限。 根据日本法务省的数据显示,2017年被判他们平安,只比小微。 2.5月4日开ène 5月3日á